我跟你们说 他发歌了 他是邢哥 让我来听听 小田哥 舞台solo 我来听这些歌干嘛 我有的时候一转身他们就笑 接我电话 总有一个人会接我电话的 他们让我拿夹子一个就说话 太过分了 我觉得 哈喽腾讯视频 迷美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赵磊 请介绍一下自己的新EP吧 我的新的EP 恋爱庸才已经上线了 里面有三首非常不一样的情歌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三首歌当中 收到一些 恋爱庸才中的 天才的感觉 这一次的EP 也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去准备的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其实这张EP当中的三个故事呢 其实描述了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 我觉得是社会的经验的时间段的 这个恋爱的关系啦 四手五路你是我的初恋 再到散场的婚礼 再到影子 其实是有一个时间段的这个逻辑的 怎么去理解这三个故事呢 就像这个EP名一样 就是恋爱庸才 我们都是庸才 所以才能在过程中学会 对爱和被爱 所以我觉得庸才并不是一件坏事 庸才是让你成长的更好的方式 嗯 对此你怎么看 对此我怎么看 为什么叫恋爱大圆种 因为一直是大圆种的状态 就是失败收场是吧 恋爱大圆种 我怎么看 我觉得不错 哈哈哈哈 本子都说赵磊在闷声干那事 是怎么忍住不剧透的 因为我之前吃过了剧透的苦 哈哈哈哈 就是还是要保留一些惊喜吧 对不对 大家都筹备了这么长时间 那肯定要等到最后关键的时刻 再发出来才能让大家吃 啊 他发歌了 啊 哎呀是新歌啊 啊 啊 让我来听听 啊 这么难受啊 啊 有录完歌之后 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和澎湃 想发一张自拍之类的 其实有这个想法 但最后选择还是保持神秘 不然大家怎么会说闷声 哪事这个不好意思呢 有没有想过出一个恋爱三部曲合集 恋爱庸才 恋爱鬼才 恋爱天才 恋爱大原种 我觉得这个方向还不错 因为之前我在那个歌发完之后 我就看到大家的评论 爱一张EP就叫恋爱鬼才 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在说 让我出小甜歌 就鬼才鬼才 就让我想到的就是甜歌 但是具体怎么样 来上去 上去 是尊上 接下来会写小甜歌吗 可以稍微透露一点进度吗 最近在写 但是闷声干大事 具体什么时候出我不会说的 你想想唱个小甜歌作为粉丝福利吗 小甜歌 小甜歌 我静静地唱一口 你说的爱我 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过 我静静地唱一口 这香浓的诱惑 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可以吧 你和家人和好兄弟们分享自己的新歌吗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这一次我这个恋爱鬼才 恋爱庸才 恋爱庸才发的时候 我家庭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分享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觉得 有点少而不宜 就是家庭群里面有很多小孩 去年发了大家都分享 今天就不分享到家庭群了 就我爸就过了好几天 发到了那个朋友圈里面 有偷偷看网友在你的音乐底下 关于自己的爱情故事的评论吗 好多人都是真的是 把他的故事件都给写完了 但最有意思的是 有一个人评论 舞台solo 我来听这些歌干嘛 你现场说几句话 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吗 我只是在给你 音乐提供前路的意见 最近你的话剧 也在如火如荼的演出中 如火如荼这个词用的好 初次出演话剧是什么样的心情 昨天我是第一次首演嘛 我其实比之前在做任何一场演唱会 准备前都有不一样的紧张感 会好奇说台下有多少人啊 然后大家会不会接你的包袱啊 会不会接你的梗啊 然后你会不会在台上 会有脑袋空白的这一瞬间 因为大家知道 就我们那天做唱跳的时候 就是练成了肌肉记忆 就是你无论怎么样 你都能接上 话剧的话就是你光一上打 你人走上台那一刻 就没有回头路了 那种就是比如说做唱跳啊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 正常的一些小事物其实还好 但是在话剧舞台上 你如果有一个脑袋空白的这个时间的话 就完蛋了 所以它的感觉和考验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整体来说就比较紧张一开始 第一场首场演完之后 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首先是有很多身边的朋友 还有工作伙伴都过来支持我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演完之后 就是我有看大家的一些感受啊 最开心的一个评论就是说 他在看这个剧的时候 从来没有感觉到 鲁达这个角色是赵磊 就是他看进去了 快剧中看到有个片段 你被女生抱起来了 会担心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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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金如嘛 就是跟我一起演的那个搭档 他其实很努力 听说就是要跟我搭戏嘛 因为我太瘦了 然后从排练的那一天开始 每天只喝牛奶 他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 对对回到重点 就是他把我抱起来这个 担心一开始蛮担心的 因为我特怕我自己就是 一起来就 一下下去了 但我发现这人臂力还挺强的 拍演话剧师有没有不小心 把一些歌唱舞台上的小习惯 带上话剧舞台 跟你们说个很好笑的 就是排话剧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一个转身 或者说一个 一个动作 之前就是跳舞的跳的比较多嘛 你就会有一个 比如说你转身 就是会有个那个 前摇 你们知道前摇 就是一转 然后呢 我有的时候一转身 他们就笑 我说你们笑什么 他们说 你会说转身都带着一种 酒饭你知道吧 话剧跟那个舞台 还是不一样的 之前您和张远奇 去看了夏之光的话剧 有彼此讨论给反馈吗 有啊 我是第一次去看 光光的话剧 就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 我就想 我看我朋友演的剧 会不会跳戏 就是我们知道 他平时什么样子嘛 但其实光光演的时候 就跟我说在微博上 看到的那个 粉丝的反馈一样的 就是我没有感觉到 这个人是夏之光 他演的就是他那个角色 话剧 就是我第一次演 然后平时就是 也接触的比较少嘛 但是这一次接触了之后 我觉得 大家有空还是可以去看一看 现场用杂志音打电话 给一位好兄弟 邀请他来看你的演出 啊 我问一下 夏之吉 他今天在干嘛 录音 他不会不接我电话了吧 你自己有电话吗 好的 他不接我电话 马铁罗了 再来我再找一个啊 艾美来 家家 对我今天工作日 Goodbye 照让 我都不接我电话 总有一个人会接我电话的 姚琛 问姚琛 可是我没听见跟他们说 你这两天有没有空啊兄弟 他们让我拿夹子一个去说话 太过分了 你这个不是贾子银 你这个是 钱子银 钱子银 可爱是 哈哈哈哈 你又嫁人了 喂 姚琛 听到吗 你这两天要碰不 你有碰碰吗这两天 我演到10号 今天是嘉嘉来 然后延期应该是明后天 第一声发给我呗 行 我发给你 你在北京是吧 对 我在单转我 10号我要去参加那个 斯巴达挑战赛 斯巴达挑战赛 对 就是跑36公里运营 节目吗 不是啊 就是日常的生活爱好 日常的生活爱好 哇 兄弟太狠了 你加油啊 你好好休息啊 OK OK 注意安全啊 你别突破极限了 到时候 我应该可以 好好好 拜拜 太恐怖了吧 36公里 有网友说 这些年赵磊副驾上的帅哥 就没重样过 现在兄弟们还有谁 没有做过你的副驾 好像都做过了 几乎都做过了 应该 特别是之前去IDG 天天排练的时候 就没重样的 今天谁做 明天谁做 就可能我就说 哎 走不走 有人要跟我抽一起走吗 然后就大家就一起去了 突然出现的知性提问 关于赵磊副驾的二三事 就在副驾上嘴最碎的是谁 张琪嘴老碎了 嘿嘿嘿嘿 但是不是那种 就是 就是说虎话的那种 他就跟你聊天 哇 谁最爱知道你开车 没人 因为我是我们团里 第一个拿到驾照的人 哦不对 除了人好啊 就是Rice期间 我是第一个拿驾照的人 我觉得至少把咱们就是 这十一个人 有家找的人的车 都坐一遍吧 毕竟都蹭过我的车 再蹭回去 属家的时候 你带着妹妹们出去玩了 感觉怎么样 我跟你讲 我带妹妹去玩 就是属于那种 哥 那个 我想买个东西 我什么 我想买个化妆品 我妹初中生啊 她最近特别喜欢玩cosplay 然后呢 就说我想买个化妆品 我说行 我带你去买 哥 那个项链好好看 行行行 就是这样子的 带妹妹出去 都是去买东西的 要么就带她们去游乐园 你对妹妹的请求 都是百依百顺的那种吗 不要太过分就行 不过年纪小嘛 也不会多过分 你要是让我买个房 那我也买不起了 你觉得是妹妹比较难控制 还是兄弟们 我觉得 都不太好控制了 36G后面会做什么 有没有什么新方向的想法和尝试 现在其实主要36G 就是新的这个公车季 才去两个地方 先延续一下吧 然后在每一次新的城市 都会有一些新的 不一样的 可能规划什么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 就跑去当地的景点了 然后呢 在深圳的时候 就是去网吧了 对就可能到另外一个城市 会去找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再去玩 那么有没有想过 邀请朋友们加入 反而我那些朋友 天天都在到处飞 我是真碰不着它了 你知道吧 游戏 属青蛙 游戏规则 现场随即找一位工作人员 玩属青蛙游戏 一只青蛙四条队 两只眼睛一张嘴 两只青蛙八条队 四只眼睛两张嘴 一只无限往下 直到有一人数错 则游戏结束 三取两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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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青蛙一张嘴 两只眼睛四条腿 两只青蛙两张嘴 八只眼 八只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不是 一只青蛙一张嘴 两只眼睛四条腿 两只青蛙两张嘴 四只眼睛八条腿 三只青蛙三张嘴 六只眼睛十二条腿 四只青蛙四张嘴 三只青蛙三张嘴 四只青蛙三十二条腿 十六啊 七只青蛙七张嘴 十四只眼睛 二十八条腿 三只青蛙八条嘴 十六只眼睛三十三条腿 九只青蛙九张嘴 十八只眼睛 二十六 十七只青蛙十张嘴 二十只眼睛 十六只眼睛 十六只青蛙 十六只青蛙 我一根 奖励 用腾讯视频账号发布一篇宣传自己专期的微博 啊 我好害怕 啊 我好害怕 我该说啥呢 我一次拿这种官方号发东西 恋爱 鬼才 怎么样 每日 所以听 赵雷的 新 歌 大型 一批 恋爱 庸才 网号 听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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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一段福祉 当然了小游戏 在在场的工作人员中选择一人和自己进行当然了小游戏 当然了小游戏 两人一人一聚 管对方说什么都要回答当然了 两方一直沦流 直到一方不能说出当然了 则视为认输 游戏结束 有我们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才发现 那不 那是 那当然啦 看完赵雷的话剧 发微博给赵雷打call 因为你没真好呢 那当然了 希望给所有 在场的工作人员 美人发了 这两个红包 那当然了 不说了吗 二人就拿美人 嗯 今天收到红包的人 都要把钱退回给我 到底就是内鱼 窝口 天花吧 那 然了 迷命专访就是 内鱼最强的 采访 媒体 那当然了 这我 你真自信啊 龙丹妮龙总的粉丝 没有合体 中华对我们的粉丝多 那当然了 丹妮姐肯定不会怪我的 我是被逼的 好 好 好 我也给你出一题 一个挖坑是吗 龙丹妮女士 的粉丝量 肯定没有 做好的女士多 当然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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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 那当然了 赵磊比 你受 嗯嗯嗯嗯 那当然了 嗯 你就那当然了 我不耐火 小裊的新歌 新奉量 嗯 吵死你 你好善良啊 那当然了 你太善良了 迷妹专访 微博粉丝量 破1亿 那当然了 好了我们也太 我们也太 变啥了吧 我们这怕过了吧 你们最狠的坑也挖了 反正丹妮姐姐你会原谅我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小蚊 抱住企业公仔 编音然后申请演唱自己一曲中的任何一首歌 嘿嘿嘿 我自己身上猜猜 我自己的歌吗 我自己的歌 这啥呀 俩男的 就是两个男的 但是我不知道 我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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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 我猜到了 喊喊不睡觉 反正是我的歌对吧 是你唱我的歌 唱过的歌 唱过的歌 不 睡 空气睡和人类 你确定这歌我听过吗 肯定你听过 最后一个字 睡眠 疊疊不休 什么歌啊 这你就猜到了 不嘛 不不不不 不眠 不休 不息 深深不息嘛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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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唱过 我唱过 雪 花 声 雪落下的声音 太简单了 啊 这什么啊 僵尸的爱 僵尸 僵化的爱 杀爱 死爱 祸一下 祸一下 死了都要爱 中 树 雨 时间足语 柠檬 柠檬种 芒种 好简单 爱 心 奶 好简单 好简单 心什么 是 类 心如止水 太简单了 好简单 离 离 离歌 离梢 离别 离拜 嗯 what 这怎么会有这个的 这是猫吗 它是一个 神奇状 啊 啊 啊 金 雷 聪明就未听大地线指金锤 中鸟 麻 麻雀 有这种光吗 有啊 谁的可爱 李荣浩老师呀 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刚刚才全部剪掉对不起 重团 用奥特曼变身的方式宣传自己新歌 太简单了 这是怪兽啊 比如说这是怪兽 啊 哈哈哈哈 猪 低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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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嗯 赵磊的新歌我还没听 我先回去了 你再打一会 嗯 傻 唱 微 微 什么厉害 至少 就是要到破音的那样程度 唱个居高的微 我当时我看到了说升三个key 挑战姚春we belong tonight 啊 升key去唱 升三个key 我现在是we belong tonight we belong tonight we belong tonight 叫你往上面 叫你往上面升 升三个 一定要升三个 你觉得他可以介入的了吗 雷雷哪有唱歌哪能拦得住我雷雷呢是吧 是吧 赵雷 加油 一定要挑战在你的抱的那种 我的极限是吧 那我试试好不好 请要升上一个伙子留下一个挑战 升三个key唱we belong tonight 先先熟悉一遍 we belong tonight we belong tonight we belong tonight 好 再往下升啊 好 we we belong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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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腾讯视频的粉丝们 大家好 我是赵磊 想获取我的独家彩蛋和福利 就来关注腾讯视频迷妹专访 官方微博吧